詞・編曲 、李卓人 在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看了一篇文章 原來他寫的東西和我上次說的完全一模一樣 證明連陳局長都放在我們獅子山學會 為何我今天要再來說一次呢 就是因為我們學會要不斷地防止政府 繼續亂洗我們納稅人的血汗錢 其實公務員樓幾十年前起的時候 都是用來名一公務員的 買入是有資助的 而且賣樓要補地價 以及要其他整棟樓的人同意才可以脫離合作社 這些是一早都知道的 進去之前都明白的了 而且今天事實上 是有75%的公務員樓都已經脫離合作社 證明要賣樓並不是無可能的 為何今天 還有很多人還想要事件局一筆國收購 還要補地價 這樣對其他香港人公平嗎 尤其是有些已經住在公務員樓 他是不想搬不想賣樓那些公公婆婆 我今天就是故意為了他們所以要再來一次 就是想問這裏其他人 為何你要逼他賣樓 逼他搬走呢 主席 今天香港搞成這樣就是因為太多人有特權 所以在座政府員工 退休員工應該明白為何沒有香港人會站在你們那邊 就是你看看香港今天 有幾多人連基本住屋環境都這麼差 那時候 你們還以為要公帑 來幫你們那些好好地的公務員樓去重建 這樣是公平嗎 這樣絕對不是幫人 因為幫人是要看需要要分先後 還是你們那些公務員 就算退休了都以為你要什麼 我們納稅人就要先給你 多謝主席 主席